要准备迎接中秋节了 那要吃哪家的蛋黄酥呢 新北市政府举办蛋黄酥节竞赛 公布了出赛结果 创意和经典蛋黄酥是各有千秋 经法局表示 从8月26号开始 就有一连串的促销活动 包括了10元扭蛋黄酥 网路平台来拍卖 邀请大家品味蛋黄酥 I have a 柿子 I have a 蛋黄酥 四如意蛋黄酥 PPAP的梗套上了蛋黄酥博君一笑 新北市蛋黄酥节竞争激烈 今年是分为创意和经典两组 创意的部分 业者推出了中秋应景柚子造型蛋黄酥 泥珍的造型已经成为今年的亮点 另外呢 经典组的部分以分区来评分 包括了板桥 土城 中和等地 都有出现冠军店家提供民众选择 另外市府举办的活动 从8月26号开始 除了有活动行销之外呢 还有10元扭蛋黄酥的扭蛋 另外呢 在网路上面还有直播拍卖 预计能够创下30亿元的产值